大家好 我很幸運 黃仁勳又回來了 演講整場滿滿都是告白愛台灣 從開場上週逛夜市 到巨大台灣合作夥伴圍繞 都是黃仁勳AI的幕後推手 台灣和我們的協助 都創造了世界的AI基礎 黃仁勳最強號召力 找科技巨頭來捧場 第一排搖滾區 有鴻海董事長劉洋偉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副董梁自鎮 副邦董事長蔡明忠 以及美超委總裁梁建厚等等 都想知道黃仁勳手裡 有什麼最新的AI技術 我們的新年代的平台 叫做Rubin 所有這些機器 都在全開發 100%的 而Rhythm 是一年 在技術上限制 都在100%建築 會達最新架構 Rubin將在2026年推出 未來PC都是AI 而用AI生成的黃仁勳 也在會中大講中文 謝謝你台灣 讓我們繼續為這段AI創新之旅 打造一個成功和繁榮的產業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全場歡聲雷動感受黃仁勳 兩個小時的AI和台灣演講 妻子Laurie也說以他為榮 很困難 你們很驚訝 你很驚訝 演講一結束 觀眾立刻衝上前找他拍照 也有幸運粉絲達到簽名 平板化的 就是AI在台灣的概念這樣子 對 我剛才有握到黃仁勳的時候 非常的溫暖 他是台灣的溫度 會達在台大的演講 就像是台灣版的GTC 把自家身價最高的產品 帶來台灣展示 而且會後 還有很多人意猶未盡 搶著拍照 AI教父黃仁勳 再度回台演講 在Computex之前 先刮起一陣AI選風 三十七位中原來的劇場 特別報導